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安心 你一定可以的 别怂 你们都看了今天早上 酒工经常出来的数据了吧 看了 看了 没想到安心这么厉害 才刚出到十几话 就冲到了全网第一 历史第一人哪 什么呀 你不至于连这点水分 都看不出来吧 你明显就是买的数据啊 买的全网第一 不可能 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的 一般人当然没有这个能力了 但我们这个空降兵背后 可是有牛魏的总裁啊 传闻是真的 今天早上 我还听着老板跟牛魏的 总裁汇报呢 原始数据根本就没有那么高 没想到 安心背后竟然有这等考栅 不然你以为呢 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 怎么进来我们公司的 多少作家都进不来呢 这人你们说就是有点贪心啊 本来九封清城的数据还不错 他非要争个全网第一 不好意思啊 占用了大家的时间 我虽然是只菜鸟 但是我一定不会买数据 这个事情我会去搞明白的 对不起 你好 没有出入证明不能入内 那您帮我通报一下 我找你们领走 请出入证件 安心 你刚好来了 你有那个什么出入证吗 他们不让我进 我不用啊 我刷脸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这位是你们妞魏魏来老板娘 你都说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都说了 让老板娘进去 你干吗呢 你怎么都这样说了 我怎么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我怎么回事 我们单独聊聊吧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嗯 你怎么来了 笑话啦 有些话在电话里说不方便 什么话 我进肇事文化 是你安排的吗 你都知道了 所以上午的九凤青城 数据也是你买的 是 其实我一直认为 只要我一直努力 哪怕是慢一点 再慢一点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师 靠我自己 可是你为什么要让这一切来得这么快呢 我现在都还没有资格要得到这一切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我只是想让你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就算没有我 你也能靠自己进肇事文化 我只是为了你添一把柴 你要相信你自己 这不是一把柴的问题 你这是给我搭了个云梯 直接给我送到了青天 我飞得越高 摔得越重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那比起在家默默连载 去一个体面的公司上班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体面 所以你认为 我不劳而获得到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份工作 这个是体面 何况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家里默默做连载 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这是吗 你所谓的体面 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 也对 在你们上流世界中 连感情都可以拿股份当筹码 一马归一马 怎么又扯到股份了呢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你至于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吗 你认为不至于对吗 我们分开冷静一段时间吧 之后的事情再说吧 不行 我们不能分开 一分一秒都不行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们能再好好谈谈吗 把话说清楚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是你没有办法理解我 你这是要把我考虑在这儿吗 怎么那么高兴 怎么那么高兴 你怎么那么高兴